新闻大破解 破壞大新闻大家好 3月21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会面普丁被形容在外交走钢丝 他签订了中俄生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声明 而内容跟标题鲜明的中共色彩 连北京的学者都批评 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俄罗斯会否沦为中共的资源殖民地 而同一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会面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联合声明挺台海和平 全球的反侵略 是否完成连线包围 而3月21日之后的这个世界格局 是否会如何的变动 美中俄的大三角是否仍然存在 世界是否走向两分 而美国和中共的对抗 这冲击波会如何的影响 这个热点台海两岸 中华民国台湾 在中共全面进逼威胁并吞之下 是否有可能在美国盟友体系 以及中共阵营之间维持等距离 而等距又意味着选择什么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 林玉教授 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宋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主持人好 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老师 中俄声明有评论解读 就是像是一个心邪恶轴心的宣言 打扮成世界秩序和民主化的捍卫者 而打出了一个反美反西方的姿态 被解读是要颠覆现在世界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来建立中俄新规则 而习近平跟普京说 彼此有很多共同相似目标 临走前留下一句话 让国际很关心 说百年不遇的变革正到来 我们共同来推动 所以我先请教宋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有可能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好的 这个联合声明 基本上有它的层次之别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有优先次序的 一个三个层次的架构 那么第一个优先层次 也就是这个中俄之间的会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把它称之为安全合作框架 那么第二个层次 也就是第二个优先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 政经贸易的框架 那么第三个呢 其实在这一次当中里面 实际上是被刻意 这个辽备一格的所谓的和平议价 或者是和平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框架 所以我们就一一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优先是中国之间 是建构了一个叫什么呢 中俄战略协作框架 那么台湾话讲到苏人没输定 就是有摆出一样的一个正式 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叫做 中俄联合抗美统一战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双方合作共同抵抗西方 这个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的 第一个优先次序 如果从普丁的角度来看的 第一个优先次序呢 他就是希望能够正式的 获得习近平的承诺 然后从中国获得各种资源 然后以方便于他能够升级 恶务战争 你看习近平前脚都还没有走 他就立刻就派无人局去炸基辅 而且是死了好多的儿童 什么叫儿童 就是你的亲爱的孩子 或者是隔壁邻居 可爱的小朋友 所以就是从这个普丁来讲 他就是要摆出一种 阵营对抗的一个框架 那么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的 来对付北欧集团 这个是从第一个优先城市里面讲的 安全合作的这个框架来说 那么第二个优先次序呢 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他是想建立一个军商合一 或者是军民融合的这样一种 双循环的一个经济圈 因为他受到西方的制裁嘛 然后西方也不断地要和这个中共经济脱钩嘛 所以他过去一再讲说这个内循环内循环 其实现在内循环是也可以循环到俄罗斯里面去了 所以就是说同时他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中俄的一个经济体 或者叫经济圈来斥办或者是推行他的所谓的人民币的国际化 因为我们知道嘛 俄罗斯他本身已经被提出了这个系统 那么从普丁的第二优先来看的话 他最希望达到的就是说透过一个四角贸易 什么叫四角贸易呢 就是中共呢 他这个利用这个军民融合 由军到这个商 然后由这个商到另外一个商 然后这个商再跟俄罗斯的军 这样一个四角一个联合的模式 用能源的贸易来交换中共的先进武器 这个是普丁的第二个 第二个优先次序的一个企图 所以中心也包括可能透过第三国来转这样 对 除了包括第三国之外 他还可以夜间用那个叫中欧列车的方式 中欧列车现在是二十小时没有停班 而且是每一班车都是满载的一个情况 这是这个普丁的这个 他的第二个优先的打算 那么第三个优先次序 从习近平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是一直试图要去介入区域冲突 然后透过一种斡旋来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Mediator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一方面他要挤压这个美国的势力 比如说这个沙伊之间的 这样一个复交协议等等的 那么来建立中共怎么样 具有国际品牌的所谓的和平人设 这么意思 那么从普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第三个优先 他就是假性的去呼吁中共所提出的和平方案 比如说这一次这个什么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立场文件 普丁也讲说我们好好研究研究 我们表示尊重 当然尊重在外交辞令上来讲 其实就是不同意的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中共提出了这种和平的方案 然后从中操弄一个怎么样 操弄一个我俄罗斯的一个和平的条件 或者是谈判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这一次才会讲说 等西方世界都已经准备好了 了解说我俄罗斯是坚持的要乌东乌南的地区归我俄罗斯版图 我才愿意跟你西方谈判 这个就是借中共的这个立场文件 或者是借中共的这个和平的方案 来达到他的一个谈判上 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空间 难怪西方批评这个中共根本在掩护俄罗斯 对 就是外交掩护的意思 掩护他在和平谈判上面 以这个和平之名实际 实际上是实什么 敲诈之事 勒索之事 所以我从这个三个这个所谓的优先秩序来看 这个中俄联盟的这样一个框架 那么当然了 您刚提到就是说 在习近平要离开的时候 他放假了一句话 叫做百年不遇的变革 我们中俄一起努力嘛 什么叫百年不遇的变革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 虽然说这个 不管他信不信是不是真的东升西降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至少是非常愿意 去推动一个东升西降的这样一个国际格局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建构者和领导者 所以这个我的问题就是说 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继续讨论他后续的一个发展 基本上来讲 普习之会 普丁跟这个习近平其实是假朋友 你看那个会面的时候那个表情 表情是人的心理的语言 你看那个普丁在看那个习近平的时候那个眼神 他心里面是在想什么 他想说我前面这个家伙他到底可不可信啊 他心里面到底是打什么样的算盘 我是不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不要落入他的现金 你看那个眼神 显露出来的那种怀疑的那样的眼光 那你看习近平看这个普丁的时候 大战普丁如何如何 你明年还可以继续连任 像我一样可以继续连任 可是实际上他怎么样 皮笑若不笑 没有一种感情的一个真实的流露 真的好朋友 你就算是称赞人家 你会让人家觉得非常坦诚的接受 可是你看他们这个脸神的互动 假如我们从这个智力语言来看的话 假朋友嘛 假朋友 那么至于说这个同盟 我们也许还有时间再来当 他其实是一个弱势同盟 他也不敢说这个 我这个叫做军事同盟 他不敢 所以他是一个弱势 或者是说中俄之间是一种 倾斜式的一个同盟关系 那么最后就是为和平嘛 就伪装的和平 所以我们继续的观察 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联合声明 到目前为止我看起来 也没有像他们所吹嘘的 那么样的厉害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回答您的就是 可能如何影响这个世界 这个战略协作关系 虽然现在看起来只是初具雏形 一个初步的一个架构 但是我们也 难保就是说 它未来会进一步的强化 那就怎么样 它会造成一种 世界两极化的一个结果 两极化结果 过去我常讲这个全景是新冷战 意思就是说从二元世界 从这个价值分裂 经济脱钩 外交冷冻 一直到军事对抗 这一连串的这样一个二元对抗局面 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也许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二元对抗的一个结果 像过去逼近这个美术冷战 逼近古巴危机这种情况 这个核战跟这个阴影 还是开始出现了 所以如果在最糟糕 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许呢 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可能会突然来临 也不一定的 是 要同问题请教这个明老师 是中俄两国这些动作 是否表示正式结盟 像我们现在听到的人形容 他们是什么柔性结盟 还有刚刚老师说的这个 弱势结盟跟倾斜结盟 您怎么看呢 我先说一个那个 这次原来大家预想 他们会做到什么事情 一个什么希伯利亚 力量二号 没有具体的东西弹出来 第二就是 俄国很急得卖 一大堆天然气给中共 但中共好像没有接下来 也就是它原来预期 发生事情就没有发生 照理说这应该是 比较容易达成的 对 容易达成的没有达成 就看起来别的地方 好像都弹得不错 这个不太合常理 对不对 从这边我们反对 我们看到什么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几点 第一关于同盟的问题 现在你可以看到 从刚才上老师讲 他们的肢体语言呢 已经很清楚在说明 我现在的处境 跟我的心态 跟我对你的期望 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大家都看见 普京觉得我打得不好 所以我眼睛都不太敢 正视习近平 我不是在看第一面 就在摆腿 就在干什么 也就是我心事重重 我很希望求你 但又不能做出求你的姿态 对不对 所以就是那个表情就出来了 但是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我需要外援 所以我需要同盟 我真的需要同盟 当然了 你能答应同盟最好 但其实你来 对我来说 这已经很大的帮忙了 你要不来我就更惨 来了就帮我这个打打气 好 所以普京希望同盟 对中共来说 他现在有没有必要同盟 他有没有必要同盟 严格说他没有必要同盟 因为你现在被打得这么惨 然后大家都封锁你 又制裁你 我现在就是同盟 我不就信得太深了吗 所以我没有必要同盟 但是没有必要同盟 并不表示我不帮你 同盟跟帮之间是两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就详细说 所以现在我们说就是 如果要同盟的话 这主动权在谁手上 在中共手上 主客意味了 对中共点头就有同盟 中共不点头就没有同盟 他逻辑就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见 主动权在哪里 好 那现在如果主动权在中共的话 那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中共 我们过去在这里 曾经跟大家讲过 中共面对这场战争呢 它是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就是最早呢 一厢情愿希望 啊 俄国赶快打赢 然后这个把乌克兰拿下来 然后欧美都下了搜索之后 我可以打台湾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拦不下俄国打乌克兰 那你拦得下我打台湾吗 对不对 所以他逻辑一定就是 坏人就是这样想的 这是他上策 几个礼拜之后 他发现上策可能走不通 然后又发现 普京打得比我想象中糟很多 然后这个乌克兰拿下比较强 然后欧美各国好像联手了 开始制裁俄国了 然后他们好像是真的 那我就要仔细想想我对俄国到底有什么态度 我对俄国战争有什么态度 再打下去发现 因为普京打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差 乌克兰打得比我想象中还好 欧美帮助乌克兰比我想象中强很多 然后制裁很凶 那我得想想我得怎么办 再打下去发现有一个好处 打到最后他们三个都累了 俄国也打累了 欧洲也打累了 美国也打累了 所以我现在变成就是下市对上市 我从我中共眼睛看出来 乌克兰就变成一个下市 就把三个上市给捆住了 这下我机会来了 我这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就是一场战争 结果现在把这三个家伙打趴在地上 我不是好极了吗 所以对他来说呢 打得越久越好 但我能不能这样讲 我当然不能这样讲 我这样讲大家不是说我战争犯子吗 所以我必须说 哎呀我来调停啊来干什么 我来博取这和平的美名 但是我真正希望战争持续下去 这话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 但最近国际媒体开始有人讲 所以他根本提那个方案 就是故意要跟美国西方的方案给对撞 让他们谈不下去 我先讲一个战国时代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唯卫旧赵的故事 公卫旧韩的故事大家比较少谈 但主角都一模一样 唯卫旧赵是魏国的庞娟呢 要去打这个赵国 然后最后找了齐国来救 那这个公卫旧韩就是 旁娟呢这次要去打韩国 韩国比赵国还要弱 所以韩国很快的 继续跑去跟齐国求救 齐国宫廷辩论的一塌糊涂 有的时候要救 有的时候不要救 然后齐王又看见 孙兵在旁边呢含笑不语 他又不讲话了 军事又不说话 军事什么态度啊 他说那旧还是不旧啊 孙兵说也旧也不旧 齐王说很奇怪 怎么会叫也不旧也不旧呢 孙兵说你忘了 上次我去救的时候 我没有到赵国去打仗 这次我一样不用到韩国去打仗 攻其所必救 所以我直去大梁 跑去攻卫国 消息传出来 那边当然那边要解围嘛 所以旁娟就赶快推兵 然后去跑去救 在路上就被杀了 但是它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当我这个齐国告诉韩国 我会来救的时候 韩国世袭大政呢 就把卫兵削弱 现在呢习近平来 为什么说外交上掩护俄国 就是我跟俄国讲 我来帮你忙 俄国用力去拼的时候呢 把那区交又打再差一点点 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 这是很棒的兵法 我们必须承认 所以名为调停 实为拖延战争 但他不能说我在拖延战争 所以他必须学口 朋友说美国在拱火交游 在拖延战争 非常厉害 这就是我的文宣跟兵法呢 全部结合在一起了 好 但是呢 这是他的中策 万一中策不成功怎么办呢 我必须要有下次一次 他说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 如果俄国打得真的很不顺利 战争难以持久的话 那我怎么办 我的底线思维是什么 我要保住俄国 问题是怎么保呢 我今天要调停 我今天要调停 也就是站在对俄国有利的基础上调停 然后博取和平的美名 所以走到现在 大概中共的歧路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我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 我去看看这个东周列国字 东周列国字呢 给大家很多灵感 给大家很多的这个经验跟教训 好 那么现在就是 如果刚才我们的分析都是对的话呢 就跟宋老师讲的 要么就是没有同盟 要么就是非常弱势的同盟 但是我看一下可能更像什么呢 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 那利用什么呢 其实你有另外一个标题讲的不错 我不希望俄国打败 因为俄国打败的我就落单了 大家所有的注意力只能到我身上 所以我必须要把俄国撑住 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好 二方面什么呢 如果俄国被打败 那告诉大家专制是会失败的呀 专制政体是会失败的 那我现在说什么叫百年不遇的变局呢 就是我们专制要推翻民主政治 专制要推翻民主 这才是要百年不遇的这机会 就是反美跟反国际秩序 跟推翻现成的国际价值观 然后换上我们的价值观 这才是要百年不遇的变局 不只是说中俄强大起来 推翻美国而已 所以我觉得核心另一句话呢 大家这里面再读一下 你把那九千多字再读一遍 有一点就是 他们要维护他们的统治 维护他们的价值观 反对颜色革命 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中的核心